我在花卉市场购买了芝盘牌长回来 这是其中的一盘 芝盘我都给它做了一次处理的 这是这个盘土处理的 这是用到这种带生猛心 给它做了一次杀菌的处理的 用到一个喷壶 放到少量的上去就可以了 把这个花盘给它脱掉 脱掉之后适当的给它喷洒湿透就可以了 喷洒湿透之后不要装回原来的花盘里 就是等待让它慢慢的晾干 晾干之后就可以给它做一个仪盘处理了 这样就大大的减少这个病种害的发生了 在种机前 咱们首先把土壤准备好 这种营养土是比较好的 它可以培育一些小苗 或许是塞进一些森林树 森林苗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花盘底部放一些陶粒 陶粒的作用是起到透水的作用的 在里面放些复合肥 复合肥要注意它的生长 它的根生长 可以适当的喷洒一点生根水 生根水可以用到这种快速生根粉 用到一个对上2000毫升的精水给它直接喷透就可以了 喷透完成之后就是把它放到一个环境通风的位置就可以了 避免降光曝晒 这样导致它的叶片很容易造成尾粘干枯的现象的被磋伤 水栽种下期一段时间之后再给它做一个光照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白长的简单栽种方法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